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我们又回到来学习的课程了 在我们开始之前呢 对上那堂课我是讲关于那个Running Bill 其实呢那个Running Bill number呢是没有讲完的 由于讲太长 我怕你们学习的那方面会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很吃力一下子听这么多 所以我就会 现在就是要分两个部分 现在是讲Part 2关于Running number 其实也不是讲深一点啦 只是说它的Running number 它可以很多变化 刚才第一堂课的第一个就是讲 比如说我有旧Running number 我想接着去 OK就是我们讲接着去的Running number 第二个就是讲 我要在我的Running number前面 放那些字母比如说INVCS 那么接下来我要讲的Running number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些人他不要 规定那个Running number 就是说他有他自己的做法 就是说很喜欢有些人很喜欢就是说 就是前面放0119 然后后面是跑Running number的 就是代表1月19年的第一张 OK 这个就是说我们讲的FlexibleRunning number 右边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但是你要很小心 因为用这个FlexibleRunning number来讲 就是很伸缩性的Front running number 你会可能会跳过 可能你现在出到11 一下你不知道出到14 那你是会miss了那几张 当然你自己要补回去咯 所以这个看你们自己个人的造法啦 OK我们事不宜前 我们进去先 OK是怎么样呢 OK我们去Housekeeping Run Setup 相信这一个我应该是不用多讲 在对上那堂课已经是有讲到很清楚 关于在那个Set那个Running number的地方 OK 然后我们去这个 Last Use Loss OK 来 我们做个比喻 比如说我现在就拿CS Cast Sales 你看到这边有个Go吗 Go的意思呢 就是讲你这边Set了号码 它自己会跟着Auto running number 现在我不要Auto 我要Menu running number OK 我们讲是用Menu running number 那么我就这边Untick它 我只要把这个Untick OK 我把这个Untick 那么我就按OK OK 来 我们去看那个Cash Bill OK 我按Add 看到吗 它跟之前那个不同 之前那个是 它会 修出第一 第二 第三 这个不是 这个可能就是我刚才我讲的 可能我现在要是0419 0001 OK 打这样子 下一个月 5月的时候 我就0519 0001 就是说很申诉性 所以变成它自己用来打 OK 所以UBS是可以做到这样子的 就要看你个人自己的喜欢 你要哪一种 这个是没有勉强 也没有规定 在法律 是要用哪一个的 你自己喜欢 OK UBS也没有说不一定 OK 所以这个就是很申诉性的Running number OK 接下来我们去最后一个 这个Running number OK 我先DQ去好一点 这个Running number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Invoice和DO OK 比如说Invoice 我有4种Invoice 我有4种Invoice 同一间公司 为什么有4种Invoice 那也许可能就是讲 我的公司 是一间公司 但是我有卖Suntry Good OK 我有卖Hardware and Building OK 我有卖肥料 我有卖那些油 就是那些Oil 那些油 我不吃油 只是车用的油 所以我有4种部门 我就不想这4种部门 就是同用同一个Running number 我就可能想分开 OK 就是说哪一个部门用哪一个号码 比喻 这个只是一个比喻 UBS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它只是可以用在DO和Invoice Cashview是不可以 OK 只有DO和Invoice 那我接下来呢 现在我要讲你们的就是关于 怎么样去做到那4个Invoice的做法 OK 首先呢 第一个已经这边有了 不用讲了 INV看到吗 OK 过来这边看到吗 S2 S3 S4 OK 比如说这边我用 I V I V OK 这边我是用I OK 这边我可能是用IN 就是Invoice OK So 我现在已经做了 OK 我做了这3个了 这3个我要如何去用它呢 你要怎么样才可以用得到 来 我们去看是不是用得到呢 我们先做个示范先 OK OK 来 我们现在去Transaction 我们去Invoice App 哎 还是INV啊 刚才我做的那个IV I IN 要如何把它呈现出来呢 OK 现在就是教你们如何了 因为要做一点小小的设定 你只要做了这个设定 那么就可以做到这一个效果 来 OK 我们去Housekeeping OK Run Setup General Setup OK 我相信每一位如果跟得我多来讲 都很清楚 每次做什么设定呢 在电脑的一定是去Housekeeping Run Setup General Setup 如果你们要很快的方法很方便 其实很容易记的 就是 711 英文的叫做711 是不是很简单咧 OK 你们自己记下来啦 所以下次我讲711 你们就知道了 不是叫你们去711吃东西了 不要误会啊 OK 来我们去General Setup OK 现在呢 我们要去哪里呢 因为我们现在接下来做的就是把它开成可以跑4个Running number 对不对 我们这次要去Transaction 不是去Last Use Note OK 我们要去Transaction OK 去到Transaction之后呢 你们看到这个Add Header 这边有两个看到吗 因为UBS本身把你做好了 因为这个是Standardized的 就是Standard的就是 Use Only One Set Invoice Number 就是只可以用一套 OK 只可以用一套Invoice Number Use Only One Set Invoice Number 也是用一套 如果你不要用一套 就是打个比方看下我讲的 要用4个 那么你就要把这两个Untick卡 OK 这两个 如果当然不是这一下两个 如果你只是Invoice 那么你只是Untick Invoice DiO没有用到 你可以保持只有这两个 那么现在我按OK 来我们做个示范 Transaction Invoice OK 来我们按Add 那出现了 你就可以在这边选 你要用哪一个Invoice Running Number 而且 而且 你用到哪一个号码 这一边它会秀出来跟你讲 会秀出来你用到哪一个号码的 放心 它好像就好像这边这样子 OK 就是说你用到第几张 它这边会跟你讲 所以很方便 你可以选你要用哪一个 它不会conflict的 OK 它不会conflict的 这个就是跟你们讲 UBS有这个好处 OK Which Invoice Number Serious 你要用的意思这样子讲 你选了 比如说我要用In 你看到我 OK 那就In OK 所以这个就是关于到 你要开单 你要设定的那个Running Number的用法 当然如果你问我 我不要用到这个 因为刚才我手多多跟你学按到 那我很简单咯 你也是去回这边 OK 把这个 关掉它 那么就 恢复原装 就是跟一般的开单方法 是没有什么分别了 OK 来 我关了 我再跑回去 OK Add 它跑回一个 所以这个就是关于这个Running Number的 四种做法 希望你们可以学到 那么我们下一堂课见 拜拜